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彩琳 你说我不是脱口秀演员 本来告我接杨丽我就够紧张的了 结果一看接的是癌症 谈的恋爱 我就谈过一次恋爱 就是和我现在老公 这是好事 她为啥选择我呢 因为她是个外国人 身没有毛病 真的有一次她就跟我说 亲爱的 你真美 然后我就翻出了刘亦菲的照片 我问她 那她呢 我老公说 一般的 太白了 你要是长这样 我可不找你 我说我要是长这样 我也不找你 我比刘亦菲好看这个事 上铁岭热搜了 很多人听说她的这个事 都来嘲笑她的眼光 但是我老公无比坚定地说 你们不要嘲笑我 我没有错 我只是不一样 后来我们发现她不光审美 她啥事都不一样 她第一次来跟我家人吃饭 第一次来东北饭店 第一次用电动转桌 她就相中了眼前的锅包肉 刚要讲 桌子转起来 锅包肉走了 我看她眉头一皱 我以为她能等着锅包肉再转回来 没想到她拎起她的盘子 跟着我就跑了 我妈以为她要来敬酒呢 她看我妈站起来 以为我妈要跟她一起注意 那天那顿饭呢 锅包肉到哪 她到哪 她还不咋会用筷子 好不容易注意上了 没等夹起来呢 又转走了 没吃着猪肉 光看猪跑了 她讲故事的能力真的很强 还有一次 她来铁岭上公共厕所 一开门是个蹲变 她这辈子从来没见过蹲变 进去之后 她迷路了 向我发出了视频邀请 我以为她最多是分不清朝前还是朝后 我没有想到她最后的选择 她说 居然是朝右 你以为我会纠正她吗 不 我没有那么爱她 然后她就问我 接下来我怎么办 我说接下来你蹲下去 她说我不会蹲 我当时不知道外国人不会蹲这个事 我说蹲的还能不会呢 双腿弯曲 重心下沉到极致 然后我就看着我老公 面向右侧 跪下了 我说你上个厕所在整这么前程呢 然后她就在那儿捣过 这种蹲法我可怎么保证裤子的卫生 中国人是怎么做到的呢 想来想去 她把所有衣服都脱了 你们想象一下这个情景啊 一个二百多斤的大白胖子 累得满头湿汗 衣服全挂门上了 这门呢 还没有锁 这时候就来个老头 老头一开门 一到白国 我在外边就听见里边一声惨叫 什么玩意这是 谁在厕所堆雪人 老头出来我赶紧跟您道歉 老头出来我赶紧跟您道歉 我说大爷对不起 雪人是我对象 老头说 那差不多赶紧结婚吧 再等雪人该化了 后来有一次我还跟几个来过中国的外国人 吐槽我老公这事 我说你们敢相信吗 他居然把所有衣服都脱了 挂门上了 他们说 不然呢 你们脱了是放直楼里吗 我才知道 他们也脱了 他们也挂门上 但是只有我老公 炒幼 没有 不愧是我的 不愧是我的 教会了我自信 教会了我怎么面对 人生的尴尬 这个太重要了 所以现在我对我老公 那可真是 捧在手里怕碎了 放在厕所怕化了 这次来错误修大会 第一轮我表现得不好 那头给我投个倒数第一 我老公安慰我 我说没事 不丢人 以前挑战的刘亦菲 现在面对的李淡 只要有你的支持 我就比他们强 我老公说 对 刘亦菲就是不如你 但是实话实说 李淡确实是比你好看 谢谢杨无采的 静点不开吧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美 今天呢 这个有个主题啊 是恋爱我想和你谈谈 其实我想说的是 恋爱综艺我想和你谈谈 我去年上了投球大会之后呢 有恋爱综艺找过我 然后当时经纪人跟我介绍 他说这是一个艺人和素人 谈恋爱的节目 那么我说我作为艺人来说还要多了解一下 对不对 我说那这个节目有多少个素人呢 经纪人说加你一共30个 我说行吧 然后当时又联系到导演组 导演组给我介绍这个什么节目 这是五位女艺人和30位男素人的一个恋爱组 我说你等会儿 我说五位女艺人和30位男素人 在同一个屋子里 这是个平等的恋爱节目吗 这不是女明星快乐屋吗 你不见得快乐 然后没有去啊 我就开始看恋爱节目 这两年真的非常多恋爱节目啊 现在恋爱节目真的很假 我很难代入进去 因为找的都是一些俊男美女 工作体面身心健康 这种人怎么可能是谈不到恋爱的人 就照着我这个刻板印象来看 我觉得他们不伤害别人感情就不错了 而且之前确实出过事 上了一个热搜 当时一个恋爱综艺啊 两个素人在一起之后 发现这个男的 跟别的女生聊七七八八的啊 然后被网友一顿捶 当时我都蒙了你知道吗 那是我第一次听说素人人设还能崩的 我觉得节目组啊 如果真的想为我们这种老百姓做点实事的话 他就找一些那种单身很久 母胎solo 渴望爱情生活朴素的 比如我的朋友 何广志 解决一下社会问题 你知道吗 而且现在恋爱综艺真的太气人了 你知道那些人都太会演了 我太生气了 我跟你们讲 我有一次看个恋爱综艺啊 一对男女去逛超市 当去冷藏区的时候 那个女生准备打开冰箱拿一个东西 那男生突然说 你等会儿 你离冰箱远一点 不要冻到你 我说等会儿 我说什么叫冻到你啊 我说这个女生是不会使用冰箱是吗 如果你不说的话 她就马上进冰箱里了是吗 她说你走吧 我到家了 不知道怎么想呢 你知道吗 然后这个女生过两天呢 就真的感冒了 只能说巧对吧 然后男生第一反应就是开车 然后出去买药去了 这种节目一般都有观察嘉宾 观察嘉宾看到那个镜头都疯了 都说啊 她也太甜了吧 我说哪甜了 我说这不就是卖卖棋手吗 那个观察嘉宾很大的责任 就是烘托现场气氛 你知道吗 尤其是有一男一女 在一个私密空间的时候 他们就突然讨论 他说现在一男一女 在一个私密空间 他们的感情很容易急速车门 我说你放屁 屋里还有几个圣像大哥呢 没有错 不然会怎么有这么多镜头啊 你知道 我觉得现在的恋爱节目 跟我小时候看的太不一样了 你知道 我小时候看的恋爱节目都很真实 我小时候看的是《非诚勿扰》 你还觉得那个 你还记得那个节目有多真实吗 就是一个男生上来 说大家好 我是 没等这个男生说完 那女生说 这也太丑了吧 就把灯按了 你知道吧 然后随着那个男生介绍自己 然后听到那个灯 然后直接开始 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 那才多真实 那才多真实 而且我觉得现实中的爱情 不会像恋爱综艺那么做作 因为现实中的爱情都是互相折磨 之前我谈恋爱的时候 女朋友突然有天问我 她说小北 最近发明出一种 能够让男人体验分娩痛苦的仪器 你要尝试一下吗 我说什么玩意儿 我真的是没听懂 你知道 我上网开始查 然后弹出来第一个词条写的是 男子体验分娩痛苦 痛到发抖 女朋友在旁边感动到泪流满面 我心想那是感动的吗 应该是笑出了眼泪吧 我还问我的女朋友 为什么要让我舔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那么疼 我女朋友说 让你舔这个东西之后 你知道我们女生有多不容易 我跟你们说实话吧 姐妹们 我们男生体验之后 第一反应 不会觉得女生有多不容易 我们只会觉得 还好是个男的 我下辈子还要做个男的 我要做男人forever 而且我觉得 你不要让老公 体验那个东西 男人那个德性 你们还不知道吗 没有体验之前 你老公陪你生孩子的时候 你旁边问 老公 你知道我都痛吗 你老公说 宝贝以后加倍对你好 所有包都卖 所有家务都我做 假如体验之后 你旁边问 老公 你知道我都痛吗 我知道啊 小姐的现场很好 而且这次疼了之后 你得到了一个宝宝 上次我疼的时候 只得到你的嘲笑 你看 就是现实中的这种爱情 确实残酷啊 然后折磨啊 没有恋爱中一天 但是还是希望大家 能够勇敢地在现实中谈恋爱 因为生活中体验了真实的痛 才能体验到真正的快乐 谢谢大家 我是小北 谢谢 好久没听到这个 好久没有听到这个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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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大家好 我是海源 最后一组淘汰赛了啊 你们也能看得出来 我跟我们脱口秀的天花板 周奇默老师 以及我们所有人都不愿意选的新人 相当于去年的杨门恩 对 我们三个分到了一组 分完组之后呢 我就完全不担心我的出现问题了 我最近的心态都非常的好 对 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坐以待毙 真的觉得现在很多年轻人 就是已经不亲自谈恋爱了 他们喜欢看别人谈恋爱 你们有人喜欢课CP吗 有 对 真的有些人课CP真的课得特别的投入 天天追着人家问 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啊 马上给我原地结婚 你们不结婚真的很难收场啊 真的如果自己磕的CP磕到一起了 比CP本人在一起还要激动 哎呀磕到了磕到了 好甜好上头 我命不要了 快把我杀了给他们助助兴 什么话这都是 真的怎么说话啊 真的吗 就把自己杀了给别人助助兴 我都不知道是磕到了哪里 磕到了要害 真的我们磕CP磕得如此的甜蜜 如此的上头对吧 但父母给我们吹婚的时候呢 我们又非常的反感 可是我们换位思考一下 我们仔细想想 父母为什么要给我们吹婚啊 因为他们也喜欢磕CP 所以难怪他们看到你跟谁在一起都觉得特别的合适 天天追着你们 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啊 马上给我原地结婚 你们不结婚真的很难收场你知道吗 我甚至觉得我们的婚礼 本质上就是我们父母大型磕CP成功的现场 因为父母会叫上所有的亲戚朋友 一起来现场 分享他磕CP成功的喜悦 就是你们这边磕头拜天地 他们在旁边 哎呀磕到了磕到了 哎呀 好甜好上头啊 你们家的猪都上头了 快把我杀了 给他们猪猪性 当然磕CP属于望眉止渴了 对吧 恋爱还是要亲自去谈的 因为你不谈恋爱 别人就会给你吹婚 你们有人被吹过婚吗 真的被吹婚真的太可怕了 因为有一些吹婚的理由非常的离谱 因为他们会跟你说 你不结婚 以后死在家里都没人发现 这是什么理由啊 我都已经死了 我都已经没有感觉了 为什么我的第一需求 居然是被人发现 我有那么需要被人发现吗 我是一个宝藏吗 还是说我死了 家里会留下一个舍利子 把这个垫子给托莫拉赶上 好像不被人发现就亏了 他们好像死了之后被人发现 是一件特别光荣的事情一样的 你知道吗 隔壁那个王老头 他刚死就被人发现了 他怎么好厉害啊 虽然他生前一事无成了 但谁能想到他刚死就被人发现了 你看他这辈子都没有白活 你看你不结婚死了就没人发现 当然这样的吹婚理由呢 是没有办法打动我的 对 因为不就是被人发现吗 这能有多难啊 我觉得我临死之前 肯定会给我的好朋友成禄打电话 如果他还没有死的话 这么客观吗 我会跟他说成禄快 我快不行了 马上抬我去全上海人最多的地方 人民广场的相亲脚 我就要死在那里 我要死在那些吹婚的人面前 让他们看一看 我死了之后是有人发现的 而且是他们亲自发现的 我要死在他们这个爱情的坟墓里 真的为了应付吹婚的压力 我也曾经象征性地参加过一些相亲活动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参加过什么相亲活动啊 其实有时候还挺有意思的 因为你不知道你会遇到什么样的人 我有一次去一个相亲活动 遇到了一个H2 然后我们见面之后 坐下来就开始聊 他就开始问我说 你觉得你最大的缺点是什么 你觉得你有什么样的优点 你对你未来的职业生涯 有什么样的规划 真的巴拉巴拉 说了一个多小时 之后我真的实在受不了了 我就站起来跟他说 你先回去等消息吧 后来他还打电话问我说 有消息了吗 我说有一个好消息 他说什么好消息 我说瓜子二手车升级了全新的购车方式 试开期间不喜欢还能免费退 这个商务值得一个掌声 当他挂掉电话的那一刻 我就知道我们根本不合适 因为不喜欢瓜子二手车的 我们不可能合适 我参加这个节目三年了 这是我念的第一个商务 原来念商务的感觉这么爽 比恋爱还要爽多了 好 谢谢大家 我是两员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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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点想看好戏了 说实话 这也太精彩了 大家好 我是童宝男 我最近也在思考一些婚姻方面的问题 我经常感觉我情感关系上最大的阻碍 就是我现在这两个职业 脱口秀演员和英语老师 作为一个英语老师 现在还在一个培训行业里工作 教的还是这个出国留学考试 就你现在很难找到 比我这个更绝望的职业了 我本来心态真的挺好的 我觉得录节目录得不行 还可以回去教书 谁常想录着录着一扭头 行业没了 录成全职脱口秀演员了 作为一个脱口秀演员 我们这个工作属性也很倒霉 就每个周末节假日我们都要演出 和女朋友基本休息不到一起 我女朋友都很诧异 说孟男就跟你在一起 我才第一次知道 就一个人啊 竟然可以在没有钱 也没有事业的同时 还没有时间 真是绝了 说你是怎么做到的 竟然能够在所有短板 一应俱全的同时 每一块还都短得这么歇斯底里 我经常感觉 如果说人就像是一个木桶 有长板有短板 那么大家路过我身边 都得惊叹 说这怎么还有一个托盘 我就纳闷 为什么人的优点 往往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但是缺点 竟然可以一点排异反应都没有 很容易就做到五毒俱全啊 我跟我女朋友一起去玩 一个丧尸主题的密室逃脱 就在那么一个沉浸式的 世界末日的背景下 我竟然能够做到 在比其他人胆小如鼠一万倍的同时 在比他们粗心大意一万倍 其他男孩都把女朋友挡在身后 端着枪跟丧尸激战正憨 只有我一个人 把枪落在了门口大厅的沙发上 我女朋友都看傻了 说怎么夜问啊 丧尸奔涌出来 给我逼到墙角 看到我手里空空如也 他都给整不会了 因为我得把他杀死 这个剧情才能够推进下去 老的大哥比我还着急啊 我俩面面相去 他都开始说人话了 你枪呢 可以掏出来了 看看是不是在那兜里呢 我也有点扭捏了 我说今天来的是有点匆忙 不过您看这样行吗 我对婚姻的焦虑其实也来于我妈 因为我妈从来不催婚 这反而激发出了一些我对婚姻的欲望 我妈她对生活就非常的消极 你从微信名能感觉到其泰然妈妈微信名 檀香深处 宁静致远 幸福每一天 我妈微信名就三个字 没必要 AKA No need 说莫南 你就没必要结婚 结了婚 还怎么 心无旁骛的 给妈妈养老啊 就住在家里 到时候你爸也退休了 他洗衣服 你做饭 两个巨婴都在家里 给我玩这个乌鸦反补 好吧 养尊处优这么些年 也该补上劳动这一课了 It is your turn 我竟然都问出了一个 我觉得但凡有点骨气的年轻人 都不可能问出了一句话 我说妈 那我老了 谁来照顾我呀 我妈哈哈大笑 说莫南 谁还管得了你呀 实在不放心 你走我前面也行 我现在都感觉 我觉得如果说所有的父母 都能够有我妈这种 毫不利人 专门利己的心态 就不催婚 甚至再决绝一点 能够拿出当年阻挠 咱们早恋的那个镜头 来阻挠咱们的婚姻 咱们结婚率很有可能就是上升的 因为结婚就成了年轻人心目当中 最叛逆 最摇滚 最先锋的事情 音乐节上 一群头发五颜六色的年轻人凑在一起 没有人pogo 没有人跳水 听嗨了 就在那拜天地 就在那哭呀 可以 你准备了吗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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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顶得顶着 顶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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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一个大哥腰杆挺直 掏出一个结婚证 旁边都吓坏了 说这东西现在可是很难搞到的呀 不愧是玩死亡金属的 这你爸妈不得疯了 大哥摆摆手 这才哪儿到哪儿 年底 我把孙子都抱上 既然我头目来起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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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所有的新人第二轮都顶起来了 是 周希莫得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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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那个凳子给周希莫摆上 对 听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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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大家好 我是周希莫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感情生活吧 是一个比较私密的话题 我跟我前女友啊 分手已经一年多了 说实话呀 她从最开始就不信任我 很简单 就因为我是双子座 她觉得我早晚有一天会是渣男 我就特别不理解这件事情 就为什么如果一个人啊 生在5月21号 就是双子座 就是渣男 但如果生在5月20号 就是金牛座 就是专一的代表 就感觉在20号那天晚上 让人想通了很多事情 让人觉得 我荣马一生为了谁 我能爱几回 恨几回 所以她不信任我 她对我的一举一动都特别的敏感 比如什么呢 比如我发微信的时候 我不能笑 我一旦边打字边笑 她的第一反应就是 诶 是哪个小妖精 让我男朋友产生了愉悦 然后她会就把头凑过来 谁呀 我说怎么 你是觉得我跟我爸之间有点什么 啊 就在她这儿啊 对她忠诚 就是发微信 不能笑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到 什么叫忠孝不能两拳 哈哈哈哈哈 躲落 小妞 你躲落了 有点躲落了 为了比赛嘛 哈哈哈哈 为了比赛没有办法 哎呀 所以我在她面前真的特别小心 我记得有一次啊 她把她闺蜜带过来 啊 介绍我认识的时候 啊 我们三个坐那儿啊 闺蜜坐我对面 她坐我旁边 她闺蜜真的很漂亮啊 就漂亮到当时 我心里有一个小人 对着他 但是我还有起码的道德感 所以呢 我在整个过程中 我就一直忍着 没有看他闺蜜 我就看着我女朋友 然后我心里想 看他 不要看他闺蜜 他肯定在看我 是不是在看他闺蜜 现在差不多可以看一眼 先假装看那种 真好看 我们老师真的稳 对 对 真的哪怕我已经这么小心了 但最后我俩还是分手 没有用 还是分手 所以那阵我是挺伤心的 我就想回到东北老家散散心 顺便也陪陪我爸 结果这证明是一个 特别错误的决定 因为我爸呀 就经常愿意在我的伤口上撒盐 尤其在我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 有的时候就是我俩坐那吃饭 然后吃着吃着 一点联系没有了 连主语都没有 我说谁呀 你俩呀 我说啊 没联系了 没联系 微信删了 删了 哎呀爸别说了吃饭吧 别聊这个 哎 你可招点急吧 啊 33了 明年40了 我说爸你这是咋算的 你要这么算下去 我能走你前头 是吧 还好 我平常总喝金点有机奶 每百毫升 含3.8克原生乳蛋白 营养又健康 我说爸你也喝点 咱俩争取都晚点走 都晚点走 你们可能没有想到 这后面是一个商务 就跟我没有想到 后来我还能知道 我前任的消息 就在今年 有一次我跟我前任 一个共同的朋友 我俩在那聊天的时候 聊着聊着呢 他突然问我 都说哎 那谁结婚了你知道吧 当时脑子嗡的一下 不知道为啥 就在我的认知里啊 就总感觉 前任是永远不会结婚的 他不应该没人要 开玩笑 这太得罪人了啊 开玩笑 但我当时真的很懵啊 我说啊 这么快吗 我说不知道 他没联系 他说啊 没联系 没联系那算 那你想看照片 我说看不看都行 但我当时心里 有一个小人说 你倒是往外拿呀 是吧 我想看 快点快点 然后我这哥们 就掏出手机来 给我看 他在我前任 婚礼上拍的照片 我一张一张 在那翻 我表面上啊 翻得很快 但其实我看得很仔细 我就想在我前任脸上 找一种表情 找一种 勉为其难的表情 那种表情就是 啊 我才意识到 上一个人有多好 我爱的是上一个人 这是个错误的决定 我有点后悔了 一点这种表情都没有 怎么说呢 他太会伪装了 会到让人心疼 所以我把手机还回去 我说挺好 看着挺幸福 幸福就好 对了 他老公是干啥的 不要小瞧这 简单的一句话 当时我心里 又有一个小人 远远地对着他老公喊 过来呀 他老公过来 来跟你比划比划 看看你什么角色 然后我这哥们就开始给我讲 我前任他老公 是一个投资人 在北京上海都有房子 两个人蜜月 去欧洲玩了一个多月 这个那 这个时候再看我心里 那个小人 一边跑一边喊 杀人啊 救命 有人杀人 分手以后 我是想过 我的前任可能会过得好 但他过得有点太好 就他的好伤害到了我 让我觉得 我原来只是他幸福路上的绊脚石 他把我踢开是对的 所以现在我特别想站在他的面前 跟他说 我现在过得也挺好 我现在上了脱口秀大会 也是事业的上升期 所以 你老公投资我 不会错的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你们 好 谢谢你们 好 谢谢 好 谢谢